时间一直向前走 只有无头 这个真的很小 没有尽头 可以 我是张琪 一岁的时候抓揪 抓到了我爸的吉他 现在是一名音乐老师 手很好看 我喜欢手好看的男生 夜里 我会躲进我的小酒馆 这里也是我的乌托邦 孤独无助的人多了 我的酒馆就成了 他们的一个归宿 那会不会认识很多女生 对啊 可能失恋了 然后跑过去借酒消愁 萍水相逢 他们说 我听 走出酒馆又是另一个世界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 很有故事的男同学 和他在三亚认识的 一起经历了所有的甜蜜 却毫无征兆的辩位 猜忌 吵架 最后他提的分手 后来他检查出先天性的脑瘤 我不能见死不救 就把创业攒的钱都给了他 挺重情义的 但是如果他有女朋友 可能他的女朋友 应该会比较介意吧 后来遇到那个他 博士 高级工程师 但他的强势让我绝望 他让我抛弃国内的一切 陪他去法国 甚至把今后十几年 包括孩子的生活都规划好了 从此我对强势的女生 有些畏惧 我有一点强势 他畏惧的话 所以我想找一个聪明 又讲理的女生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的女生我一直没有遇到 你的第二段情感激励 那个前女友是得了 先天性脑血管畸形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对 手术很成功 你给了多少钱 大概十几万吧 是你当时全部的钱 对 对 他用非常大的积蓄 去帮助他前女友的话 我真的接受不了 台下观众几乎都是女生 我想问一下问题是 如果你们现在的男朋友 的前女友身患绝症 他做出这样的举动 能接受这件事情的 女生去收看 对 来 喂 孟爷好 我是二号 我可以供放我的声音吗 好的 把二号声音扩出来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二号 我想问你三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还是蛮喜欢 你这个第一印象的 所以如果你回答的 如果我满意的话 我就为你爆灯 我就为你爆灯 这是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身边异性朋友里面 有没有是你在酒馆里面认识的 没有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的话 你是否愿意为我就是放弃酒馆这份事业 因为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这问题很尖锐 可能暂时放弃不了 如果我们结婚了以后呢 以后 人家还没看到你呢 如果经济条件更好了以后 我不需要这份职业了 那是可以的 只是我刚开 你让我关是不是 对吧 我认为小伙子回答得很好 最后一个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的话 我希望你能跟所有的前友都断绝联系 这边你能接受吗 已经断绝联系了 有类似的情况也不要再出现了 好 好 说到做到了 爆灯了